來關心環保方面的消息 申請 至24點日 這些機車都可以拿到補助的組織 並且還要買電動機車來泰華 最多可以拿到1萬6千塊的外車補助 換購第五輪車輛 如果是一般民眾淘汰老舊機車 換購電動二輪車 合計最高補助是1萬6千元 如果是中低收入戶的話 就合計補助最高2萬元 另外如果新購電動二輪車 合計最高補助1萬1千元 單純淘汰老舊機車 合計補助3千元 鼓勵市民及早淘汰老舊機車 或是新購電動機車 減少空氣污染物的開放 一起來守護我們的家意識 港議市政府環保局表示 全國老舊機車泰華率大約25.6% 港議市泰華率28.15% 在全國十百塊的背面 但是補助的一年比一年更少 港議市騙了一算600萬的寶寶補助 在在今年11月底進行 用完就沒有了 還有民眾要趕快來看換老舊機車 換新的電動車 有意思要換車的民眾可以 像寶寶寶寶 封車會收一張通的網站 那這是家意識政府 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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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 與無分流三個故事 家意識護士系統第一期第一票 原來的地方創造大家 這一次真的不做不知道 可以有這麼大的改變 外換池是可以從家裡把它排除之後 那真的什麼味道都沒有了 家意識的城市願景就是要全力共享 世代宜居 和世界各大城市所追求的SDGs 永續發展目標的精神是一樣的 我們來繼續努力 為家意志的未來 認真建設 其中污水改善是我們重要的一環 這拆起來的東西 因為那些蒼亂以前 我是說不然我們這裡要做一個綿化一下子 真的這個工作 做得很好 家意識污水下水道第一期工程 實施期程到113年 總共的經費有達到43.8億 那我們主要的實施區域 是以鐵路以西的區域 那我們分為9個標案來執行 目前第一標已經在11月底 順利來完工 那後面的2345標也施工中 所以家意識政府在污水下水道工程部分 非常努力積極的來推動 家意志保倫地 都有長照 還是生活環境 市府團隊都用心的規劃 執行建設 讓環境永續 留給下一代美麗的家園 讓家意識超越家意識 我們當然到1615 世界二次市場 应该去訪問 旁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